材料有士多啤梨、藍莓、青檸 另外需要糖、沙粉 酥皮有些人會自己做的 但有時自己做可能不想做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現成的酥皮 不用加水的 加生粉千萬不要加水 然後就加青檸 其實加多少糖和青檸就自己試味 因為大家的口味都不同 很棒 很棒 好… 好… 到哪街 好 agreements 先来 我们来 至少 好 好 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烤15分钟再看情况 哦 哇 220度 网上教其实是20分钟的 我朋友调教过 已经说15分钟的 但你看看 都是焦的 不行 因为我这些是比较劲 那些 入墙式的 罗 所以最好自己都要盯緊 啊啊啊啊啊 好心动啊 下次我会试一下用 180度烤10分钟 看看什么样子 今天再接再来 有几个小提示 吸取了上次的教训 第一就是洗完的水果 士多比蓝莓 要拿抹手指 印多余的水分 糖呢 我会比上次加多了 生粉今次也会加多了 希望成功啦 今次也是做单层的 但吸收过上次的教训 这些这样的摺钩位 要按紧少许 呀 擀烤 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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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次好像成功了 要緊緊 這次成功了 是有點爆漿 因為我那些水果放得太多 這裡也有點漏出來 不過不要緊的 成功了 放涼了之後再加糖粉 好吸引 失敗了 失敗了 成功之母 剛剛試吃了真的很好吃 最後的溫度應該是180度 焗了10分鐘 因為我後來多加了2分鐘 謝謝你收看我們的短片 看完麻煩你 希望你可以多給我們一個Like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要按旁邊的鐘仔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下一條影片 拜拜